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新的诗人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32页 大家来看最上方的这位诗人 他的名字叫祖勇 那么祖勇这位诗人呢,很遗憾 他的生族年,包括他的字号,都没有留下历史记载 那么只知道这个人呢,他是大约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 并且呢,他跟王维有非常不错的关系 王维曾经有诗写赠给他 而且能看得出来两个人的交情呢,还是非常深厚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祖勇的大部分的诗歌也和王维一样 走的是山水田园派的路子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七律呢 就和一般的祖勇的诗风有非常大的差别 这是祖勇的文集中唯一的一首编赛诗 那么七律这个题材我们也知道 它的句子比较长,音节比较铿腔 所以比起这个山水田园来呢 这个七律更适合表现一些比较雄壮的 比较高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就这首诗就写了鞭赛题材 那么祖勇的这首诗的名字 就在我们232页 叫《忘记门》 一看这个题目,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首鞭赛诗 因为《忘记门》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 在北京的西南方向,错开一点位置 但是大致就是北京地区 因为北京现在三环上还有一座桥 就叫《忘记门桥》 就是用古代的这个地名为北京来命名的 那么这个《忘记门》这个地方 在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边塞地区 就是从北京再往北 再往东北或者再往西北 这几个方向 其实都是由少数民族来控制的地区 所以呢,这个北京 因为它本身处在平原和山地 还有大海这样的一个交界处 就成为了一个军事重镇 在当时呢,叫做这个梵阳道 梵阳道这个地方 就是以北京的西南方为中心 圈起的这一大片 那么当年这个梵阳的节度史 实际上就承担着这个唐代东北方向的 一个国防的重任 所以呢,这个防御的对象 我们也能知道 就是盘踞在东北方向的叫契丹 那么西北方向主要防御的是吐蕃和回河 这个我们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 那祖永这个人呢 他曾经到这个梵阳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梵阳道 梵阳节度史这个地方 来担任职务 所以呢,他就等于是从这个祖国的中原地区 就是他的家乡洛阳 一路来到了北京 在当时看起来是边疆 啊,是塞外之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留下了很多非常雄奇的这个印象 因此呢,就写到了这首诗歌中间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他的全篇内容 烟台一去客心惊 家骨萱萱汉降营 万里寒光生鸡雪 三边蜀色动微惊 沙长风火连湖月 海盼云山涌济城 少小虽妃投笔利 论功还玉请长英 好,注意几个读音啊 烟台,首先我们要注意 这个烟呢 是古代的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啊,那么他的国土呢 就在今天的河北北京这一带 所以烟台啊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以这个古代的国名来命名的 烟台本身还是一个典故 啊,就是当时战国时期 烟国的国君烟昭王 在他的国都 也就是继承这个地方 住了一座黄金台 用来招揽人才 所以烟台就泛指北京地区 用一个具体的地名来指代一大片土地范围 所以这个是一个借贷的修辞手法啊 用部分指代全体 烟台一去克新经 这个烟是因为从古代国名来的 所以我们要读作烟台啊 不能念成燕台 今天咱们所谓的燕京啊 这个其实也是从古地名来的 所以燕京啤酒就不能叫燕京啤酒 然后接着后面的这个沙长风火清胡月啊 我们认识这个字都念场 但实际上在这儿啊 沙长包括说这个打鼓场啊 这种一片比较平坦的地面啊 我们管它叫长啊 厂呢 它是具有特定用途的一个平面地区啊 比如广场啊 操场啊 运动场啊 这个地方 它是有特定用途的 但是像沙长 这个地方要念二生 然后后面海盼云山 永济城 大家要注意 这个拥有的拥 我们今天是念平生的 但是这个字在古代是赏声 也就是要念成三生永 它呢 也有平生读音 但是读平生的时候 这个字的意思是遮挡啊 就是用手蒙住脸啊 这个叫庸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永济城啊 当它做环绕围绕啊 促庸啊 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念赏声的 所以大家注意 这叫海盼云山永济城 还有这个论功 海域请长英啊 念海域呢 有点难听啊 所以我再念了还域 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海怎么怎么样 还想要去请长英 那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大家注意 这首诗的整体结构 首先烟台一去客心经 这是一个总起句 烟台我们刚才说了 只带北京 烟台一去 就是一去烟台 我这个人呢 从洛阳 这个中原繁华地区 一到了这个北京 这个郊区 或者说叫塞外之地 立刻就感觉到 非常的惊讶 这个客心经的客 肯定就指的是作者本人 那么这个总起句 往下一口气 就连个以下的五句分说 二三四五六 这五句都是分说 所以第一句和后五句 构成一个总分结构 都是在写他见到的这个塞外景象 加古轩轩汉将营 这一句是在描绘这个军营 汉将营我们都知道 以汉代唐 这就是唐朝的军营 加古轩轩 加一种少数民族的乐器 古 那就是军队里面用来行军号令的这个古 就是指这个军营里面 充满了这个乐器的军令的这个号令的声音 显示出了一种非常雄壮的 或者说是一种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然后三四两句写的是自然景色 这个自然景色呢 因为和中原地区的气候环境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在作者的眼中看来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啊 叫万里寒光生鸡雪 因为北边是比较寒冷的 对吧 所以山头上的雪呢 都没有化啊 都积在那 万里寒光生鸡雪啊 这个气魄非常的宏大 一下子就把整条阉山山脉啊 太行山脉全部囊括在内 叫万里寒光 这个地方是非常寒冷的 于是就有了雪 然后三边属色洞威京 三边啊 我们看注解 这是唐代的三个边防重镇 叫做幽州 宾州 还有梁州 这个幽州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北京周围的这个地方啊 叫幽州地区 基本上就跟今天北京市的这个地理位置是重合的 然后接着宾州指的是山西的北部啊 就是像大同啊 云港啊 太原啊 这一带就是宾州 然后梁州指的就是陕西的西部和甘肃那一带 那是梁州 基本上幽州 宾州啊 这是正北方向和东北方向的防线 梁州呢 是西北方向的防线 唐代最主要的边疆就这三个地方 所以称之为叫三边啊 打仗是非常多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作者登高望远啊 不仅看到了万里连绵的山脉 以及上面的积雪 而且也看到了出生的太阳照在高高的荆旗上 这叫三边蜀色 动微京 微就是高啊 微乎高仔 这个京呢 就是京旗啊 这个旗帜 在高高的旗杆上飘扬 这就是动微京 在这个出生的太阳的照耀之下 你看显得非常的雄浑壮丽 那是这样的景色 所以你看前几句营造的这个塞外的风格 是非常能够惹起人内心的这种豪情壮志的 然后五六两句又在它的基础上 这个视角越放越大啊 从近处的景色越写越远 叫沙长烽火清湖月 在夜里面啊 有北方的月亮 所以称之为叫五月 然后沙长烽火呢 就是指这个烽火台上点燃的火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在黑夜里天上有一个月亮 下面有一大堆的烽火台的火把 和天上的月亮交相辉映 这样的一种状态 还是非常的雄伟的 而且颜色我们一想就是非常的鲜艳 然后海畔云山永济城 这是白天或者说在晴天看到的 因为北京实际上往东边不远 就是海边 云山呢 就指的是我们刚才说的燕山山脉 济城呢 就处在海和山的交界点上 大家也应该知道啊 出北京城往东北去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赛叫山海观 为什么叫山海观 一边是山一边是海 山海中间只有一条窄道可以通行 哎我这个观就修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一个从东北进入中原的咽喉要道啊 后来到清兵入关的时候 入的就是山海观啊 所以才夺了这个中国的天下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这个海畔云山永济城 也是北京城周边的非常确切的一个景色啊 一说这景色 这就是北京周边 然后在这样的六句写景之后 他看到了这样的雄伟的景色 那作者的内心一定会受到感染 于是啊最后两句 他就写出了一个个人的志向 这是典型的先写景后书情 啊最后两句书的什么情呢 很简单边塞师啊 这个积极向上的一面 就是建功立业的保家卫国的这种壮志豪情啊 叫少小虽妃投笔立论功还誉请长英 这里面用了两个汉朝人的典故 一个是投笔从容 那说的是班超 对吧后面有注解 另外一个叫中军请英啊 咱们第七注解和第八注解写得很清楚 在这就不多补充了 总之就是用一个历史的故事来写自己 因为祖勇本人是个诗人啊 所以他也非常想要弃文从武啊 就是跟这个投笔从容的班超一模一样啊 文科的事我不干了 我要去当一个武将 这叫投笔从容 然后中军请英呢 这就是一个主动要求上阵杀敌的啊 这样的一个这个志向 这样的一个典故 所以这个时候这两句很简单 就是我虽然不像班超一样 有投笔从容的志向 但是我也可以向当年的中军啊 主动请求出击 然后去把这个敌人给带回来啊 所以你看这里面的这个典故 明显是边塞诗中积极的一路 叫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而跟七律这种体材一配合 立刻就写出了这个边塞的壮阔雄魂 这样的一种很大气的这种境界 和一般的山水田园诗啊 那种五颜律诗 肯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情表现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整首诗歌 好 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